2月23日,美国一对卡车司机正前往华盛顿特区,为抗议美国政府针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、通货膨胀和非法移民等相关政策进行示威活动。 据报道,抗议的车队将分别从宾夕法尼亚州、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出发,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陆续到达华盛顿特区,但不会实际进入特区管辖地,而是在周围停留。 示威车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美国政府应恢复美国人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工作方式,结束紧急状态,解除所有防疫限制措施。 据五角大楼的声明,国防部长奥斯丁22日批准了华盛顿特区政府及国会警察局的请求,特区警卫队的400名士兵和其他州的300名警卫队士兵将在未来几天的示威活动期间协助交通管制。 2月22日,美国CDC更新了新冠mRNA疫苗接种指南。CDC建议,年龄在12岁以上的人,尤其是年轻男性,接种两剂疫苗之间的间隔时间控制在8周为以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降低出现罕见心肌炎的风险。 研究表明,较长的时间间隔可以提供对新冠病毒更持久的保护。12岁至64岁的人,尤其是12岁至39岁的男性,可以从更长的间隔时间中受益。 CDC强调,虽然接种mRNA疫苗存在潜在的副作用,但其好处远远超过心肌炎的风险。 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2月22日宣布,在洛杉矶县进行的为期5天的枪支清查行动结束。 行动中共计有13人被捕,114件枪支被收缴。 这次枪支清查行动从2月14日开始,旨在清除不再被允许合法拥有枪支的人手中的枪支。 此次行动与洛杉矶、Azusa、Pasadena和Pomona的当地警察以及洛杉矶县警察局合作,针对整个地区51个城市的人进行了搜查。 总检察长办公室称,查获的100多件枪支包括17件攻击性武器、8件幽灵枪、19支步枪、55支手枪和15支猎枪。 警方还清缴了49148发子弹和87个高容量弹架。 周二宣布的逮捕和扣押行动是调查人员根据全县几十个城市的439起案件的线索而进行的。 邦塔说,像这样的合作努力使我们在从潜在的危险者手中夺取枪支、减少枪支暴力和保持我们社区的安全方面更加成功。 据城县纪事报报道,洛杉矶和常滩市市长2月22日与当地和全国性团体的代表一起推动一项被称为2022年前入籍200万的活动, 帮助200万合法居民在今年年底前成为美国公民,这是全国范围内增加公民队伍努力的一部分。 在加州,州政府官员正在出资2500万美元,为符合条件的居民支付725美元的入籍申请费, 帮助他们通过各种移民服务机构提出入籍申请。 2月23日是俄罗斯祖国保卫者日,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说, 保卫国防能力始终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家任务, 俄武装力量是国家安全、国民和平、安定生活和国家稳定向前发展的可靠保证。 普京表示,当前国际局势复杂,北约日益活跃和军控体系动摇导致危险重生。 与此同时,俄方对建立平等和不可分割安全体系的呼吁仍未得到回应。 俄方始终对开展直接和坦诚对话,探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复杂问题持开放态度。 普京说,俄罗斯将继续发展军事力量,确保军队配备最新装备。 突击检查和定期大规模演习表明,俄军部队的战备和协同能力已大幅提升。